念佛的人我们看下面 看下面的那一章 首先一定要以信为基本 所以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为我们讲得很详细 所以我借这个音源 我再跟大家来作为一个总结 把偶一大师这个信里面讲得很清楚 分为七大列 那七大列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 信佛言 偶一大师先教我们你要相信佛的话 你看那个基督教 首先教你信谁呢 信上帝嘛 你一定要相信他 你不相信他就没办法了 那你要相信佛的话 首先一定要相信佛的话 那佛是指是谁呢 就是使我们释迦摩尼佛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谁叫我们念的 释迦摩尼佛是我们的教主 所以我们作为弟子要顺从释迦摩尼佛的教诲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听话嘛 所以净土法门我们老和尚常常说你要老实你要听话 只要你能够听话你老实什么就好谈 如果你不听话不老实什么都免谈了 怎么说也没办法听 怎么劝也听不进去 是不是这个样 像一个小孩一样 调皮屌蛋的 你怎么讲 怎么劝 劝不了 所以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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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一位老居士 女儿 结了分 抱了一个孙女 以前很用功 常常天天念佛 现在 佛 慢慢的减少 天天看着孙女 每天跟孙女玩 早上起来看手机 看的就是自己的孙女 以前早上起来还能够 实际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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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实际佛都没有了 你看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环境真的修行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啊 说实在真的不容易 我认识他认了将近十六年了 很用功一个人 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用功 但是没想到你看 你有这个孙女了 你看 你阿弥陀佛慢慢的忘了 所以每天我提醒他 没有念佛啊 所以容易退转 真的容易退转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相信佛的话 所以我们看下面 佛 一生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三百亿会 而 所讲的这些经典里面 都是在我们一部大藏经 大藏经分为上个阶段 经律障 经律论 那我们应当要遵从依照佛所说的一切来修行 来念佛 这个我们一定要遵从依照佛所说的 所以过去我跟着悟行师傅去做三十七年 或者多大佛期 或者一些看到一些道场啊 不管在哪里 美国也好 欧洲也罢 很多地方 我常常听说 一些居士啊 在听经当中啊 或者会出了一些问题 疑惑 来问悟行法师 或者问我自己本身 我们看下面 跟大家分享 他们常常会问一句话说 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 我们应当要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 那为什么要念释迦牟尼佛 不念释迦牟尼佛 而念阿弥陀佛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应当要知道 是我们的教主 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教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的 而且在弥陀经里面 连续的四次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要老实 你要听话 你要 好好地念这句阿弥陀佛 连续的四次啊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看下面 我们今天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那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 照佛所说的话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要拐弯抹角了 我们一定要听话 你真的要听话 这个就是佛言嘛 佛言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嘛 那但是现在众生毛病多啊 什么毛病呢 不相信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为了我们讲的49年 开了8万世间的法门 没办法呀 不是对这一类众生而所讲的 那今天我们相信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后来我们看下面 不但是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不但哦 佛在法华经 华元经 宝基经 大吉经 我们净土三经一论 五量无边的大乘经典 都教我们 劝导我们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仅仅金土三经 连法华经 华元经 这些大乘经典里面 都是劝导我们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劝导我们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所以既然我们看下面 既然我们今天念佛 专修念佛法门 那就要专念这句阿弥陀佛 老实听话正干 要深信佛所说的话 我所说的教会 那对于念佛的人 为什么首先一定要从 深信开始呢 刚才已经讲了 现代这个末法时代 法洛摩墙 许多种种的异形杂说 往往站着 其他的立场 自己的立场 来看这个佛法 使人对净土法门 会生起种种的怀疑 现在很多 非常之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 所以信这个字 我们看下面 最主要的就是除去心中的怀疑 断疑生性 才能够打成念佛的目的 如果没断 信心就不能增长 我们的信心就是踏实 所以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最后 所以我们学佛要以佛的圣源 都以佛的教会为标准 就是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经历论里面的标准 不可以被一元杂说 而所动摇 要相信 两千多年的释迦牟尼佛 而所说的一切法 我们一定要相信 这个就是偶一大师 在弥陀要解里面 首先为我们 劝导 你必须要相信佛的教会 必须要相信佛的话 你这样念佛 你才会不会被动摇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两千五百多年前 为我们说明的 我们下车的释迦牟尼佛